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喜欢请点击订阅,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音乐精灵,原地踏步,越来越红的周深成了歌坛的遗憾 知道周深的人应该都有一个共识 他越来越可爱,也越来越红了 大家以前只知道他歌声干净清澈,空灵如天籁 在这个嘈杂浮躁的乐坛中,犹如一缕清新的陈峰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歌者 后来他各种搞怪爆笑的可爱场面 让他的搞怪的形象和讨喜的人设愈发丰满有趣 难怪他能够成为热搜榜上清流以色的常驻嘉宾 大众越来越喜欢周深 甚至期待在各类综艺和晚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但为他开心的同时,我们也多了一份担心和惋惜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他的印象已经从天籁之音 惊艳,这类与众不同的词,转变成了可爱搞笑 这类影销惯用词汇了 明明不是流量,他偏偏被各种热搜捆绑着 在流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音乐精灵反而成为了歌坛的遗憾 如今大家更多的是,把他定位成了一个艺人 而非歌者,这里面大有玄机 区别也有如天壤之别 只不过大家更喜欢看到他影业 而把实质性的问题都抛诸在了脑后 但这样的转变对于一个真正的歌手来说 却是慢慢的危机,而且是致命性的 我们始终坚信,无论歌坛还是影坛 听众或观众们需要的 绝对不是流量偶像,也不是综艺咖 而是真正能承下心来唱歌的歌手 演戏的演员 2014年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 网络歌手的周深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用一曲欢迎经验全场后 腼腆的吐露心声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唱歌 我能不能唱出自己的未来 那时候的周深即便有着超乎常人的唱功 但独特的声线与唱腔 还并不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 即使面对大众的难接受或者不认可 虽然内心很失落或缺乏自信 但当时的周深依然没有放弃做音乐 在直播平台开卖 在没有额外报酬的奖励的情况下 一唱就是9个小时 而中国好声音的一炮而红后 周深终于被大家看见了 好声音连续办了9届 走出来的选手车载斗辆数不胜数 但真正能在歌坛站稳脚跟的却寥寥无几 别说普通的好声音歌手 就连每年选出来的前三架 大多数人也都回归正常素人状态了 但周深以普通学院的身份 硬生生的闯出了一片天 知名音乐人高晓松 不仅多次向周深邀歌 亲自参与制作周深的专辑 还评论周深的声音是 介乎同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 他一个人的唱诗般 而后一首空灵优美的大鱼 更是把周深推向了另一个巅峰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也正是这首歌 让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了周深这样男像女生的存在 甚至即使当初在比赛中 周深并没有拿到最优秀的名次 但他的人气已经远远超乎了同期比赛中 名次比他靠前的其他选手们 有了国民度 传唱度极高的成名曲和代表作后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的商演 综艺和曝光 从那时起 周深就开始常常出现在 各大卫视的综艺节目上了 蒙面唱将 猜猜猜猜 我们的歌 深入人心 等音乐综艺上 周深的表现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通过大量的节目曝光 与真人秀表演机会 周深靠着过硬的业务能力 吸粉速度也是迅猛增长 后来他甚至被邀请参加歌手当大之年 其中周深一人分是舞爵 演唱的达拉崩巴 更是近两年来 华语乐坛上的一大舞台神作 令人至今印象深刻 如平好潮 以至于总决赛中周深 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 引发了全网神陶 以及全名一难评 天类之音的周深和日本歌姬 米奇亚都是歌手当大之年中 夺得歌王桂冠的热门人选 总决赛中 他们均在稳健发挥的前提下 被提前安排出局 大家轰轰烈烈质疑节目的同时 周深在歌坛的声望 也是与日剧增 但是就此往后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 除了春晚的一次延长外 对周深的音乐作品上的 建树成果似乎停滞了 更多的资源与曝光 为他带来的不是 更多新鲜高品质的音乐输出 而是不停歇的 综艺录制与晚会表演 以今年二月为例 仅一个月的时间 周深就已经在 不同的八档综艺节目中出现了 虽然对于艺人而言 一定的曝光和流量 才能收获更多的商业价值 以换取更优质且丰富的音乐资源 然而过多的炒作与综艺的录制 也势必会压缩大量 沉淀心智做音乐的时间 预计做音乐这件事 是容不得半点浮躁与分心的 比如人间清醒大张伟曾经就说 自己上综艺接商业 是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可惜在综艺节目的轮轴转周 难免做音乐的时间 会受到严重压缩 近几年大众对大张伟的印象 早已不再是歌手 或是摇滚乐队的主唱 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综艺咖 回顾周深的发展之路 他正在布大张伟的后程 都是歌手出身 都是段子手 所不同的是 天才上年早已经过了巅峰期 在歌坛上已经人过流明了 但周深还不一样 他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还大有可为 安于做综艺咖 还是潜心当歌手 何去何从 这个是个问题 流量热搜 本就是净花水月 很多真爱粉都搞不懂 他们的团队 为何会这么在意 以前的时候 周深需要曝光亮 需要打知名度 但他现在已经成为了 旗帜式的人物 这些于他而言 已经如浮云了 其实从周深出道至今的作品 就可以看出 在大于问世之前 或许由于资源与资金的限制 除了和当年选秀比赛的 搭档李维 合出的一张音乐作品外 几乎没有多少 个人音乐作品的发行 大多数都是翻唱 而随着大于红火后 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商业歌曲的合作 以及影视剧 OSP的邀请 在积累了一定人气和资源后 便趁热回归本心 做起了自己的音乐 并在2017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深的深 这张专辑由高晓松亲自操刀 发挥出了周深音质上最本质 也最完美的一面 给浮躁的华语音乐圈 呈现了一份唯美精良的听觉享受 即使在当时 还未在各大综艺出圈的周深 都能把握好机会 创作出一张 亲人心脾的音乐专辑 而在大家对他的下一份作品 有着更多期待 后来他却再也没有出过一张正式的音乐专辑了 其实在歌手当打之年的全方位展现后 周深已经让大家看到了 他身上很多的可塑性和可能性 他大可抓住这次机会 好好专演一下自己未来的音乐方向发展 多做一些新的尝试 在这个品味审美变化极快 全民求新的时代 许多歌手都想挑战新的可能性 比如张亮颖跨界说唱 虽然成绩不太理想 但也是一种自我突破 又比如李宇春 刘希军 大张伟跨界 独立摇滚 都是一种音乐上的深度挖掘 与向前的探索 或是张涵韵都在浪洁的舞台上 努力突破自己甜美可人的印象 挑战野性女人的一面 对她的两面 二面 二面 一面 三面 二面 三面 三面 感谢观看